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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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就来到铜锣湾的一个乐园素食 吃一个下午茶的自助餐 位置在饕华535的地址 這裡的下午茶自助餐,價錢是平日68元,假日78元 就由2點半開始,可以吃90分鐘 拿食物的地方不是太大,一眼看完 最前面就是熟食區,右邊有飲品和湯 左邊有甜品,炸物,沙律 首先看看沙律區,有三款的沙律菜 圓粒的蘋果,車尼茄 紅菜頭,粟米,三色靈物,櫻嘴豆,紅腰豆 前菜就是一口番薯,七彩涼拌粉絲,中華沙律,醃蘿蔔 胡麻手拍青瓜,陳曹雲耳 壽司就是魷魚壽司,三文魚壽司,吞拿魚壽司,紫菜卷 芝麻加粥卷,煙鴨烹壽司,煙肉壽司 熟食區有蒸腸粉,雜錦炒銀針粉,聖瓜銀耳雜菌 南菜四季豆瘦珍菇,蒸粟米,番薯,薑醋蛋,紅燒豆腐 南乳豆撲蓮藕,麻辣粉絲牛肉,咖喱蘿蔔魚蛋,酸齋,南乳燜粗齋 麵醬炒麵,麵醬炒蝠花菜,上海烤枯,菜脯蛋,油鹽水菜心,包汁破熱飯,上海粗炒,素餃子,蒸包 南豆腐,南乳冬,炸麥區有一口蘿蔔,香芒酥,炸香蕉,南瓜餅,烏蓉地瓜圓,春卷,豆沙芝麻球,雜錦天婦樂,香辣干邊年藕,煎年糕,炸番薯, 豆沙餅,豆沙餅,然後湯有粉葛赤小豆牛龐湯,鹹菜涼瓜胡椒湯,飲品有咖啡,羅漢果甘草水,諾神花檸檬水,豆漿,甜品有綠豆沙,紅棗雪耳桃膠,朱古力布羅尼,和果子, 白香果果,然後ivamente咖啡 то Meng Frankfurter 最後醬料區有一多零款醬可以自己自己拌 一開始先拿一杯豆漿,味道是偏甜的 之後就拿點教食吃iele 三文鱼壽司 三文鱼是用举药做的,跟蒸的非常相似 蘸上豉油几乎是一样的 香芒酥,在其他放尼店都吃过 外皮很脆,里面是烟烟的 有些假的芒果味 炸番薯,番薯很薄,口感很爽,不够粉 一口蘿蔔,粉就比较多,蘿蔔味就比较淡 炸香蕉,在其他放尼店都吃过 香蕉糕,口感很烟 南瓜饼,南瓜味就吃不出 里面是包豆沙餡 芋蓉地瓜丸,外皮很烟烟,里面是芋蓉 豆沙芝麻球,外皮也很烟烟,有芝麻香味 豆沙份量也不少 豆沙餅,跟豆沙芝麻球差不多 只是没有芝麻和形状不一样 春卷,里面是包雜菜,味道一般 雜錦天婦羅,雖然它是写雜錦 但其实只有豆沙一款,有些油膩 不太推介 再出去拿些熟食 再来 再来 红烧豆腐 煮得很入味,不错 咖喱鱼蛋萝卜 有咖喱味的,辣度是小辣的 鱼蛋也算大牙的 和萝卜煮得挺軟的 鱼蛋也算大牙的 南乳豆腐蓮藕 煮得很軟,豆腐也很入味,好吃 酸齋,酸酸的,味道也正常 素餃子,包杂菜,味道也不错 蒸腸粉,和平常吃的腸粉一样 加上麻醬和甜醬,挺好吃 再出去吃点食物 吞拿鱼壽司 味道和三文鱼一样 上海烤枯,煮得很入味 和八角的味道比较重 南乳炆粗齋,是娃娃菜 南乳味就比较淡 麻辣粉丝牛肉 当然是没有牛肉 就变成是一些海鲜菇 麻辣的辣度就是小辣到中辣左右 冷豆腐,豆腐是滑豆腐 再加上胡麻醬,味道不错 薑草蛋 里面有木耳,姜,和鸡蛋 这个薑草的甜酸度刚好 一定要吃 接着用湯喝一下 咸菜,涼瓜,胡椒,湯 里面有腐竹,苦瓜 胡椒味都挺重 好喝 再出去拿些食物 炸年老片 炸年老片 非常脆 和薯片差不多 有点辣的味道 煎年糕 年糕很烟 味道正常 八香果啫喱 味道偏甜 和果子 外面透明的皮 很烟 里面是豆沙餡 味道不错 最后再说一下价钱 买单加一 每人86元 就由两点半吃到四点 最后再说一下价钱 买单加一 每人86元 就由两点半吃到四点 最后再说一下价钱 吃九十分钟 总结 说一下优点 食物款式很多 有六十多款 大部分的食物都正常好吃 个人比较推介的食物 就有三文鱼寿司 蒸腸粉 姜醋蛋 香辣干边年柳 朱古力布朗尼 这个食物是会不停补充的 有一个店员是会不停留意食物的供应情况 不够的话 就会立即叫厨师补充 另外餐厅是有提供手套 拿食物的时候是必须要戴手套 还有全部食物都有食物盖 非常之卫生 再说一下缺点 那些食物全部都放在一个角落 当自做餐开始的时候 全部人都一起去拿食物 是非常之混乱的 还有就是桌和桌之间距离是非常之近的 如果旁边的人一直说话 你也是会听到的 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 记得点赞我 留言 分享给你的朋友 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钟 这样就不会错失我最新的影片了